汇宁时间 巴比松画派 我们先来看一幅巴比松画派的代表作品 米勒的Langellus 晚导 也有人翻译成晚中 那这幅画呢我们看到画中的两位主角呢 年轻的夫妇 她听到教堂的钟声 虔诚地向上帝祷告 立刻停下手中的这个农活 我们在画中远远还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 那在黄昏的田地上呢 两个人如剪影般脱显出来的姿势 是令人感动的 这幅画创作的时间是1857年到1859年 那巴比松呢 是在巴黎东郊的一个村庄 我第一次去是十年前的圣诞节 印象很深 那因为这个月 我有一个关于巴比松画派的演讲 也有机会再去到那里 所以既然来了奥塞 当然要再来看一下 像俄国的大温豪 托尔斯泰呢 也极力胜赞这幅画 米勒呢 也是因为这幅画而闻名世界的 据米勒说 他想起了幼年时 和祖母在田间里祷告的情景 因此对远离的时间空间的回忆 都凝聚在了画中 惠宁时间 法国巴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